3月20日晚间,有网友删除了出现在机场的贾经文怀抱布布的照片。 照片中布布虽然戴着口罩,但是依然无法阻挡他的大眼睛。 看到镜头的布布也是好奇地看着镜头。 贾经文也是一脸慈母的表情看着布布,现在的布布应该是家中最有人妻的成员。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是备受观众喜爱。 3月18日,粉丝会删除一组贾经文带着女儿布布和波妞一起现身机场的照片。 照片中被妈妈贾经文抱在怀里的布布也称赵为软萌小萝莉了。 年纪虽小但长腿却十分瞩目,贾经文将头发扎成了蓬松感十足的丸子头,尽显文婉气质。 身穿绿色休闲外套加卡通打底衫的她看起来休闲又大方,还更显皮肤白皙。 被贾经文抱在怀里的布布只身穿粉色外套,宛如秀丽可爱的小公主一般,软萌又治愈。 波妞虽然没被妈妈抱在怀里,但贾经文还不时地注意波妞的状态。 作为母亲的她可谓是十分信心和用心了,波妞和布布的长相还是十分相似的。 或许是因为发型装扮和年龄的缘故,布布和波妞的气质也有些许差别。 波妞给人一种机灵可爱的机灵感,布布则给人一种温柔甜美的公主法。